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刚才咱们已经利用了这种装饰器的这种技巧 发现是不是已经能够解决这种问题了 我把这个试图呢给你拆出去 放到对应的模块里面去进行存放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已经初步达成对应的这样的东西了 你已经可以把它相当于这种小模块呢 是什么东西呢 这种小模块就是我们所说对应的一个应用 而这个主模块呢就是我们对应的一个主的工程了 这是可以达到的 但是你会发现按照这种方式去做的时候 有一点不好的地方在于哪 在于说模块里面所定义出来的这样的一种试图函数 我单独只看这个模块的时候 我知道它的路径吗 不知道吧 我是不是还得回过来看一下主模块 这个主的里面 我才能够知道刚才那个试图函数 到底是跟哪个路径绑定到一起了呀 对吧 那按照我们说在张国里面所去做的时候 张国里面的每一个小模块 每一个小的APP里面是不是都自成一套体系啊 对吧 里面的URL啊 试图啊 相当于你把它摘出来放到别的里面工程里面也是一样的 它里面每个享用的时候呢 试图跟路径呢都单独去定义了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按照我们现在怎么去说的话 虽然把试图摘出去了 但是实际上还是跟这个主的函数 主的这个模块里面是不是分不开呀 它的偶合程度 依赖程度还是很高的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怎么去做呢 这就是这个在flux面给我们提出来的一个蓝图的一个概念 它单独就是说 真的去把整个属于这个小模块的所有体系的东西呢 通通的全部拆出去 拆出去之后的话 就相当于是读一个独立的个体了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说明的一个问题 那现在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蓝图的话 咱们怎么去做呢 我们已经知道蓝图就是抽象官那么一小模块的概念 它在去应用的时候的话 怎么去做呢 首先第一步呢 就相当于是说 怎么做 我们得先去创建一个对应的蓝图的这么一个应用 或者蓝图的一个对象 创建出来一个蓝图对象之后 那我接下来 我在去进行操作 去定义试图函数的时候 我去把石头函数跟谁绑定到一起呢 不再是直接操作全局APP里面的ROT了 而说直接操作这个蓝图对象 这个蓝图对象的话 你也里面也会进入这样的一个ROT这样的关系 你对于全局的APP怎么去用 你对于蓝图对象的话 你就可以怎么去用 就相当于蓝图是这个全局APP的一个塑影 你全局的话怎么支持 你现在当中的小的塑影 小的APP 小的蓝图 它也是支持的 所以就相当于我们在进行定义试图函数的时候呢 直接把试图函数跟谁呢 跟蓝图里面的装饰器肉的绑定到一起 通过这样方式 通过这样方式的话 你现在再来看一下 这个试图是不是相当于目前跟全局APP没有关联了 但是虽然没有关联的话 那我还知道你这个试图函数 它所定义的路径是谁呢 通过这样方式相当于达到隔离 而且偶合度也给你解开了 然后我接下来再去想 那大家去想 Jungle里面 我一旦创建出来这个APP对象之后 我最终在进行跟Jungle整合的时候 是不是还得在setting文件当中 那个install的APP里面 那个列表里面再把它添加进去 注册进去吧 那相同的道理 你使用这种蓝图 它也是相同的概念 我把蓝图都实现完成之后 我最终还得把蓝图给你添加到应用程序里面去做 所以看一下第三步呢 就是在程序当中去注册这个蓝图 这跟我们在这个installAPP里面去添加APP名字 是相同的道理 现在来看一下 就直接通过APP里面 有一个叫做registerblueprint 通过这样方式 把你刚才所创建好的那种蓝图对象 注册进来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操作 所以就说 我们在使用蓝图的时候呢 就是这三步就可以完成 那咱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那比如说我现在呢 要去构建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模块应用程序 咱们来去写下单码 比如说我现在在添加一个新的 叫什么东西呢 咱们给它叫做这个订单吧 比如说叫做订单orders 放过来 orders放过来之后的话 你带着你直接去写明 对于这个模块的话 我们不再按照刚才自己的解决方案了 我们就按照class给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蓝图的概念 所以首先一上来呢 我得把这个模块的抽象给它定出来 那我现在去导 从class当中 直接 去导入 blueprint 导入它 导入它之后呢 去创建一个蓝图的对象 创建一个蓝图的对象 蓝图就是一个小模块的抽象的概念 就是一个小模块的概念 所以呢 我们得去创建一个蓝图对象 那比如说我现在创建出来的这小模块是谁呢 就是关于订单模块 那我就把它叫做apporders 不要叫他 那他是谁呢 直接是blueprint 由他来进行创建 那blueprint在去创建这个对象的时候呢 他要去接收东西了 接收参数 那他最基本要接收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说 你所创建出来的这个蓝图 最终app在进行管理的时候呢 他怎么去管理怎么去称呼你一个蓝图 你得给这个蓝图给这个模块起个名字 所以我们去起名字 比如说就把它叫做apporders 这个东西 这个名字跟我左边所接受这个对象 不一定相等 不一定一样 左边这个对象是干什么用的呢 是我接下来再去定义试图的时候 我得通过一个具体的对象里面 才会有rote 才能进行相关的定义试图函数 才能进行定义 而里面的这个bluet参数 bluet print参数 他所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是给当前的这个一个对象 给这个蓝图对象起了一个名字而已 只不过是说通常情况下 我们会把这个名字 是不跟取使用这个变量的名字 叫成一个样的形式来 只是通常情况下这么去做 它不一定非得一致 好就关于这一点 然后我们接下来大家去看一下 那它既然是一个小的模块 是小的一个app缩影了 app里面我们在进行构建的时候呢 还知道了一创建 一上来去创建整个应用程序 app对象的时候呢 要给它传入一个模块名字 它会顺着这个模块名字 去找到整个工程的那个根目录板 那相同的道理 你现在这个bluet print 它就是它的一个缩影 所以这个小模块 它也有可能有自己的独立的对应的模块 模板目录啊 或者静态目录 那这个模板目录 或者静态目录 它从哪找呢 通常情况下 也是我们要给它提供一个入口 这个入口是谁呢 通常情况下 你就给它提供一个模块的名字 而这个名字 我们用习惯性的话 就是以这个蓝图模块 它所在的这个名字去传 所以呢 也是杠杠内 那就相当于我在去构建这个蓝图的时候呢 我告诉你 你这个蓝图所对应的小的那个范围 你画的小的视力范围是在哪呢 就以这个名字所在的路径为准 这个名字又是当前的模块名字吧 所以它就会以这个蓝图的这个模块名字 它所在的目录 作为它的一个小的视力范围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然后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去进行操作 这里面相当于是构建了一个蓝图的一个对象 蓝图对象一旦构建完成之后 那紧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去在这个蓝图当中 这个小模块当中去补通业务逻辑了 那实用的方法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去通过这个APP 这个构建出来蓝图对象 里面有一个road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再进行定义 这是什么东西呢 咱们定义的是订单模块 那咱们就把它比如说叫做这个斜线 get orders 那底下的话 我要去定义相关的试图函数了 比如说也把它叫做at orders 比如说这里面去提供一个get orders 对应的配置 放到这里面来 放到这里面来的话 就相当于现在你前两步完成了 第一步创建蓝图对象 第二步可以去用这个蓝图对象 去定义具体的试图函数了 然后呢 第三步 你这个蓝图 它实际上现在还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呢 你得给它中央集权 所以呢 你得给它回过头来 纳入到整个中央当中来进行管理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还得给大家进行一下注册 在进行注册的时候呢 还得把蓝图导入进来就可以了 from 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orders 在orders当中我们已经建了一个蓝图 它是谁呢 是APP orders 所以在这里面直接进行注册蓝图 注册蓝图的话 就是直接往APP 这个群体当中进行一个叫做rejust blueprint 然后呢 直接把刚才我们导入进来的这个蓝图 APP orders 直接注册进来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的操作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把这个蓝图也注册进来之后呢 咱们再让程序去运行一下 看一下我们所添加这个蓝图 有没有直接参加进来 然后现在来看一下 咱们刚才让程序已经运行了 让程序运行之后 回过头来看一下 对应的路由列表里面 第一条记录 get orders 是不是就刚刚我在这个蓝图里面 所定出来的get orders啊 对吧 它所对应的试图函数是谁呢 是这个app orders里面 所定的get orders 你要注意 这时候所看到的这个名字是谁呢 就是蓝图的名字 所以我在这里面定的app orders 在这里面就是app orders 是这个蓝图里面的get orders 是这样的一个试图函数了 所以你现在来看一下 这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就去解决了 试图函数跟它所定的路径 恰好就绑定到一起 先不跟app干钩 什么时候我需要在app 全对应当中去用的话 我再把整个蓝图给你注册进来 那这样一种使用方式 跟张国里面的app 是不是就一样的了 对吧 在张国里面的app的话 它的试图跟这定的url呢 就定义了到一个小的目录里面去做了 然后呢 小的目录就是一个小的应用 什么时候去用 什么时候 你在张国的整个setting文件当中 把那个app停压进去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的行程也只是 把蓝图再注册进来就可以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操作 那我们现在呢 还可以回过来去访问一下 刚才咱们所添加的get orders 我们直接去用一下 看一眼 get orders 看一下get orders page 也能够成功的去访问进来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